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菲 這一集節目一開始呢 就要請大家把10月15號給我空下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One Championship 史上首場全踢全規則的大賽 First Strike 要在這一天舉行了 先不要管什麼 Logan Paul 又要跟誰打架海削一筆了 如果你沒有好好看過一整場 立即格鬥的比賽 相信我 這一場看下去絕對沒錯啦 為什麼這一場絕對不能錯過呢 我把卡斯 搬出來你就知道了 相隔一年久違的 宇亮級八人踢拳錦標賽 就要在這一場的大賽復活 大家也知道這兩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世界各大格鬥品牌 多多少少營運都會受到影響 只有One 反其道而行 拼命撒錢蒐集世界頂尖的立即好手 跟日本獨賣巨人隊蒐集各隊的第四棒一樣 所以這次參賽的八人 講白了就是One的立即軍榮炫耀大會 就是要讓大家看看 我手上的立即明星到底有多誇張啦 這一次參賽的八人名單分別是 Andy Sauer Marat Gregorian Semi Sanna Cengiz Alazov City Chai Tayvon Asken Irinko Kel David Keiria 你以為這樣已經夠豪華了嗎 當然還不夠 壓軸組賽排上了 羽亮級踢拳王座決定賽 要由 波卡爾撥球的 艾圖 Superbon 對上上一屆踢拳錦標賽的 冠軍 也就是喬醫師 Jojo Petrosian 我說這陣容的豪華神度 根本是看神仙打架啦 可能要搭時光機回到K1 World Max的時期 才能相提並論 其實原本的陣容更狂 還有Rodon的踢拳比賽 以及Semapé對上Tawachari的 泰拳對決 但因為咱們的破壞神Rodon 不幸在賽前確診 新冠肺炎退賽 官方後來才調整成這樣的 最終版本 原本的League Card也全部拿掉了 雖然很可惜啦 但是這卡斯 也足夠海放其他品牌 好幾條街了 例如是 K1 不過看阿菲講得那麼嗨 可能有一些剛接觸的朋友 不曉得這些選手 到底有多厲害 所以呢 接下來阿菲要針對 這一次錦標賽八強首輪的 對戰組合 來做一個 基本的 介紹 首先第一組 Irenko Kel對上David Kira 德國立即名將Irenko Kel 在2014年拿下K1 WorldMax的冠軍 過去征戰武林風啦 勇士的榮耀 Infusion的立即賽事 最後來到萬 絕對是經驗非常豐富的好手 2019年第一屆雨量級錦標賽 他也是參賽者之一 可惜當時第一輪就被 Debar Askarov 淘汰 不過最近一場出賽是 今年的4月份 對上呢也是本屆參賽者之一的 Chengiz Alasov Kel 以分歧判定 拿下勝利 近期戰績是三連勝 正在勢頭上 而他的對手 David Kira 早期在Glory奮鬥 後來轉戰昆倫爵 值得注意的是 他多次參戰昆倫爵的 T拳錦標賽 諸神之戰 最後在2018年 終於拿下了冠軍 2021 轉戰 1之後 第一場就遇到我們的 喬依士舅舅 Petalusian 慘遭 3比0完封 所以這一次的錦標賽 也將是他在1的第2戰 Kira 能否運用過往 豐富的錦標賽經驗 突破 首輪呢 第二組 Semi Sanna 對決 Chengiz Alasov 上一屆的準優勝 Semi Sanna 再度 捲土重來 Sanna上一屆 在首輪強碰 Yasen Klai 在眾人不看好的情況下 沒想到竟然 躲下擊倒 淘汰掉 Yasen Klai 絕對是上一屆的大驚奇之一 當時 賽後還跟Yasen 在社群上互嗆 吵到一個不可開交 說要在外面 雖然最後是不了了之 後來Sanna 以黑馬之姿 一路挺進冠軍戰 最後 襲敗給 Jojo Petrosian 人高手長又帶有 嘲諷技能的Sanna 這一次 可以 再問頂冠軍嗎 而他的對手 Chengiz Alasov 這是我們過去在立即風格鬥傳說有介紹過的好手 曾經拿下新K170公斤王者的頭銜 腳步切換的民衆步伐讓人印象深刻 不只是外表 連打法都頗有喬伊式的風格喔 但是剛剛有提到 Azov在今年2月份 One的出道戰 以分歧判定 輸給了 Irenko Kel 這場錦標賽也是他在One的第2戰 一定 非常想要拿下勝利 不過分享一個有趣的資訊 Azov生涯其實只輸過5次 職業戰機是非常的亮眼 但過去打贏過他的5個人裡面 有3個是這次錦標賽的參賽者 除了剛剛講的Irenko Kel之外 另外兩個就是 Marat Gregorian 還有 City Chai 所以這次的參賽者對 Azov來說 會是 復仇之旅呢 還是 惡夢重演呢 好的第3組 City Chai對決 Typhoon Asker City Chai不用講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利技好手 除了本職的泰拳之外 T拳他也拿過Glory 庫倫爵 武林峰的錦標賽冠軍 可以說是本屆的奪冠大熱門之一啦 去年在1的出道戰 更是直接對決 速敵 Superbon 雖然不幸落敗 但是在今年8月份 捲土重來 遇上也不好惹的泰拳超新星 Tao Wang Chai 拿下 漂亮的神力 宣布復活 這次就直接 瞄準了 錦標賽冠軍來參戰 要證明自己 世界頂尖的身手 依舊健在 而另一邊的 Typhoon Asker 以Infusion的王者姿態 加盟1之後 原本表現備受期待 但沒想到 卻變成 地獄倒楣鬼 加盟之後遇到一連串不順的事 原本安排好的出道戰 兩次都因為健康的關係 取消 導致他最近一年多 完全沒有實戰 現在Ascan回到雷台的首戰 也是終於等到的1 出道戰 就得遇上 CDtry 對他來講絕對是極大的挑戰 最後一場 Marat Gregorian 對上Andy Sauer Gregorian拿過 新K1王座 Glory王座也在2017年 昆仑爵的 諸神之戰 錦標賽 拿下冠軍 重點是他過去打贏過的對手 都是世界力氣 赫赫有名的戰將 包括這次也是參賽者的 Citytry Alazov 還有 Superbon 過去呢都曾經敗在他的手上 去年底 Gregorian在1的初登場 就以KO 奪下勝利 近三年更是完全不知道 書字 怎麼寫 絕對是這次 錦標賽的冠軍大熱門 他的對手 Andy Sauer 老全民一定不陌生啦 兩屆K1 WRMAX的世界王者 戰友 Masado Bocau 都已經退居幕後了 而他到現在還在 第一線奮戰 稱他一聲 活傳奇 絕對 不為過 過去戰功標名不在話下 但是最近幾年隨著年齡的增長 真的是 輸多勝少 索性呢 去年底對戰 張春雨 Sauer 搶下久違的勝利 久漢 馮甘霖 而這次決定參戰 欲亮級的錦標賽 首輪就強碰 Gregorian 絕對是一場 硬到不行的硬仗 這恐怕也是他職業生涯 倒數的錦標賽參戰了 Sauer 能夠拿出 傳奇的意志突破首輪嗎 壓軸王座決定戰 咱們的喬一是 Jojo Pessosium 對上 Superbone 不僅要決定 誰才是 初代萬 雨量級的踢拳王者 也可以說是 兩個世代的 頂尖對決 Jojo Pessosium 是 K1 World Max 末期的絕對王牌 0910年 連續搶下兩屆世界冠軍 生涯104勝 只輸過兩場 稱他是 T拳史上的 Greatest of all time 絕對不為過 他的打法不劃眾俱衷 也不強求KO 但絕對可以把對手 玩得暈頭轉向 最扯的是 為什麼他的體格 越牢越猛啦 最近一次輸權 是在2013年 距今9年前 等於是一個小孩已經從出生 讀到小學三年級 都不知道輸的感覺是什麼 喬伊斯的強大 就是這麼扯 但也不是說對手完全沒機會喔 Superbong 沒錯 他就是大名町町的 波球波靠的愛徒 2016年 打倒City Chai 江東拆等名將 成為昆倫爵 諸神之戰 錦標賽的王者 之後也稱霸過 歐洲的Infusion 不僅是戰績亮眼 重點是 長得帥 根本是人生勝利組啦 去年在世界全迷矚目之下 加盟了One 出道首戰就直接排了 速敵 City Chai給他打 而Superbong也不負全迷期待 以一致判定 再次擊敗City Chai 這次大賽也是他在 One 第二次亮相 不參加8人 錦標賽直接來挑戰 大魔王 喬伊斯 Superbong能夠終結他的 統治王朝嗎 為了讓大家更有參與感 立即鋒這次直接賭盤開起來了 大家只要到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的活動貼文當中 留言預測你覺得哪四個人 可以進起四強 全部拆對的朋友就有資格來抽獎囉 感謝格鬥潮牌 Reversal 大中華區總帶領 Reversal Hong Kong 提供我們 Reversal跟香港 修斗聯名的限定T恤 三件 要當作活動贈品要來 抽給大家 而且Reversal Hong Kong 也提供專屬的 購物優惠給立即封的所有 觀眾朋友們 細節請洽 資訊欄 預測活動到 10月14號的 24點 截止 趕快去留言啦 最後別忘了10月15號 記得把時間空下來 不要再問我要怎麼收看比賽了 因為ONE在他們的官方YouTube頻道就有免費直播 這次真的是 不看不專業 一起來 熱血一波 按摩 按摩 按摩